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1700整點新聞 有俗稱Delta Plus的AY4.2變種病毒入侵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在今天公布了 一週境外移入的基因定序結果 一共有5例的境外案例中 驗出了Delta變異株 其中一名50多歲的英國籍個案 甚至被驗出全台首例的Delta Plus的AY4.2變種病毒 這案是我們國內首例檢出境外移入 確定是AY4.2的這個個案 那這是一位這個50多歲英國籍 就是一個外國籍的男子 那他10月22號入境的時候 因為是我們這個高風險國家的專案 英國目前還是列為我們的高風險國家 所以直接就入住集中檢疫所進行拆檢 那第一次的拆檢是上CT值19 那後續定序就驗出是這個俗稱的Delta Plus 那目前已經在醫院當中隔離治療 那所以這一例這個目前沒有對我們的社區 有造成任何的一個威脅 那他這一例也沒有什麼相關的症狀 是屬於這個無症狀的個案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這個AY4.2的這個瞭解 也是說大概至少全世界已經有42個國家 有檢出這樣的一個病例 主要是以英國為主 那歐洲跟美國 加拿大 澳洲這些國家也都有相關的病例報告 那我們亞洲這邊的話 最近是以色列 泰國都有發現他們的首例 那我們台灣是今天有公佈我們的首例